EC讲8月有台风 随时5号台风玛丽亚 90亿W93W在琉球群岛东方朝向西南偏西发展 中心气压都在10200帕 温度高风切稳定 在太平洋高压较薄弱中 持续发展并接近琉球群岛 90亿W结构比较厚实 有机会再一步朝向台风发展 虽然目前24小时内生成热带风暴 几率比较低 不过发展空间逐渐扩大了 还是有机会增强到热带风暴 不过菲律宾海中的94W 仍然是在蠢蠢欲动 向北转东北发展 到底这些热带扰动是否能 生成5号台风玛丽亚 就看相卡厉害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